前一陣子沒有录眉霍 發覺有網友在討論 異地戀究竟要不要當面分手呢? 有些網友就覺得 異地戀當然要當面分手啦 因為異地戀兩個人隔著屏幕 很容易鬥氣的嘛 所以很容易喊喊下膠袖 我要跟你分手啊 但如果分手的時候 你能夠主動來找我 那我見到你 我會心軟的嘛 那我就不會跟你分手啦 不過說真的 大家都是過來人 不就不要裝鞋啦 絕大部分異地戀分手 是因為鬥氣嗎? 是因為辛苦嗎? NO 是因為變心 是因為喜歡了其他人 你變了心 你約人出來當面說分手 然後一見到就心軟不分了 那不就是一腳踏兩船 那是一副XX 人家變了心 他約你出來說分手 他就是想當面說分手而已 而你是想當面打死他 吵架變打架 分手變刑事 只要當面說分手 不是變扭XXX在變應事 那怎麼想也不應該當面說分手啊? 而有些網友就覺得 當面說分手 是對感情的尊重 其實這個邏輯就有點奇怪 若果他發了一段很長的微信過來說分手 那算不算尊重這份感情呢? 若果他發了一個很長的視頻過來說分手 那算不算尊重這份感情呢? 應該也算吧 那為何還要當面說分手呢?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尊重這份感情 又有什麼所謂呢? 大家都經歷過分手 你們明白 分手這一家東西 是無論如何都不會開心的 你有沒有見過人這樣分手呢? 我們分手吧 我等你說你的說話等了很久了 我很開心啊 我也很開心啊 我終於不喜歡你了 雖然我還有少許喜歡你 但我也很開心啊 既然這麼開心 不如趕快去吃飯吧 來 趕時間了 約了喜歡的人看電影 這樣啊? 加油啊 好 到時閉酒的請問我 沒問題 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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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啊 反正我沒見過 若果他很尊重這份感情 他很有誠意地跟你分手 你會開心點嗎? 既然一定不開心的 那就不用多面說了 萬一到時不小心 在他面前哭了出來 你會不會很沒面子 既然無法挽回 那就不用見面 自己找個地方好好哭一場 那就更好 熬了這麼多年容易地戀 雖然結果不太好 但起碼不用再熬了 真的嗎? 是嗎? 最近都少了見面 有什麼辦法可以陪你多一點呢? 啊! 我想到了 以後我們每晚一起看月之一二 然後同時點再看 再轉發出去打卡 每晚都有我陪著你 你又陪著我 你說好不好啊?